天項 真的老是老是開心 從香港出發 到縮海、中沙、江門這一塊 在苦門橋上基本上篩亡四、五個小時 所以说我们一天做不了一个大 从香港出发的话到珠海 基本要460公里 我们从香港出发到 经过港珠澳大桥 到这个珠海180公里路就够了 从广深到珠海的话 1200块钱的路费 现在只用了300块钱左右 这港珠澳大桥的开通 所以等于时代的进步法 降低我们物流业的成本 做司机的话 因为我们也会增加收入 也没有那么提劳 没有这么辛苦 大桥开通之前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的货如果从香港路运过来的话 我们要经过深圳的黄港 然后再过来我们珠海 那么这个虚实呢 就是要四五个小时了 所以在这个无论是运输的成本 还有时间上 就是大大的为企业节约了 我们预估港珠大桥开通之后 业务会有20%到30%的增长 我们希望大桥开通之后 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珠三角的企业 和珠江西亚那边的企业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物流服务